最新經濟數據顯示 今年前7個月截至9月22日收盤 A股市場上共有280隻股股價跌破淨資產 佔A股公司的比例達到7.29% 其中近七成銀行股破淨 美國智囊發表報告警告 北京當局面臨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嚴峻挑戰 證券時報數據保統計顯示 截至9月22日收盤 A股市場上共有280隻股股價跌破淨資產 即是通常所說的市淨率少於1 佔A股公司的比例達到7.29% 市場中破淨股數量與行情走勢往往情淨相關 股市低迷時破淨股數量逐漸增多 縱觀以往幾次重要歷史底部 最近一次截止2638點時 破淨股數量是66隻 截止1,664點時 破淨股有173隻 據新聞所屬一級行業劃分 房地產股是破淨高發地 共有38隻股上榜 破淨股數量最多 交通運輸、彩採採分別有29和28隻股上榜 數量位居第二與第三 從行業佔比來看 銀行、鋼鐵、採採等行業 破淨率佔比相對較高 其中銀行股共有25隻破淨 佔該行業上市公司的比例達到69.44% 板塊內市證率最低的是華夏銀行 市證率是0.46倍 鋼鐵行業破證率是44.12% 板塊內市證率最低的是河港股份 市證率是0.48倍 估值來看 破證率中動態市證率在20倍以下的共有128隻 佔值較低的有民生銀行、北京銀行、江松銀行等 動態市證率分別是4.17倍、4.39倍和4.51倍 市場表現方面 今年以來破證股平均下跌6.33% 股價表現較弱的有ST80、ST移生、ST勤償等 今年以來分別下跌63.43%、60.61%和59.08% 股價漲幅較多的有供銷大閘、 世貿股份、ST海馬等 累計漲幅分別是53.97%、53.91%和49.21% 9月22日 美國智囊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 《中國經濟風險拒陣》研究報告表示 病毒帶流行期間 中國經濟體現出鮮明特徵 高度的政府控制、直接的信貸流動 但這些因素也為中國的金融體系 帶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嚴峻挑戰 《中國經濟風險拒陣》報告分析 雖然中國經濟正從疫情影響中重振 但現在中國銀行體系內緩慢增長的信貸風險 正在加速暴露中國金融體系的流動 中國的金融體系極易受到房價下跌 貸款和企業債券違約 銀行同業拆息市場狀況催緊 以及資本外流等威脅 同時亦比穩定人民幣匯率極大壓力 但很難確定這些中期漏洞 什麼時候會加劇短期金融壓力 以及這些壓力將在什麼時候達到 當局無法應對的程度 報告作者之一 中國商業和經濟研究中心學者 洛根·萊特表示 在北京當局信譽不斷變化的情況下 持續增長的金融壓力 更可能對穩定產生重大威脅 他認為當北京政策的可信程度下跌 並且對資產的穩定性擔保能力受到質疑時 中國的金融體系將會變得最脆弱 報告認為中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和發展速度 超過了監管者的管理能力 領導層管理金融壓力的基本方法 金融技術專家可使用的政策工具 都尚未趕上中國金融體系本身日益複雜的狀況 隨著金融體系內部威脅的激增 北京當局對經濟和金融體系產生影響的方法 和槓桿需要進行更為仔細的審查